接着来看各报章的头版新闻 新洲日报封面今早聚焦的是 短影音平台Diktok 沦为投资诈骗温床 不法分子通过各种诱人的高回酬计划 来吸引投资者 过去四年的相关案件 暴增了907% 全国警察商业罪案调查部总监 纳杜斯里南利尤索夫 引用今年131宗案件的分析指出 年龄介于31到40岁的受害者占最多 受骗者的群体当中 私人领域员工高居榜首 警方一再提醒民众 目标提防Diktok平台上任何投资计划 避免掉入诈骗圈套 说到诈骗案 新海峡时报封面关注的 则是警方倒破了一个 涉及土地转让诈骗的犯罪集团 逮捕了13人 全国商业罪案调查部总监 纳杜斯里南利表示 警方上个月接获 许廊州一名副县长的投报 宣称发现了多起可疑的土地转让交易 当局调查发现 这个盘踞在土地局的内鬼 勾结犯罪集团 利用植物之变 协助非法篡改和删除 土地转让记录 以此进行不当交易 南亚商报封面的其中一个焦点 是我国的数码经济领域 根据谷歌 大马西和贝恩公司发布的2024年东南亚电子经济报告 我国数码经济的商品交易总额有望达到1380亿令吉 相较去年增长了16% 其中电子商务仍然是最大贡献者 交易总额增长17% 达到712亿令吉 另外今年线上旅游的商品交易额增长最快 同比增长19% 达到356亿令吉 世界银行预测到了2055年 我国两成人口的年龄预料会达到65岁或以上 成为超高龄社会 不过多数的上班族退休以后 不再享有社会保险机构的保障 因此有关机构正在探讨两种新方案 务必要保障年长者的权益 涉嫌机构副首席执行员钟百黄披露 目前正启动应对黄金海啸的超高龄社会探讨方案 第一项计划是养老保障计划 民众在职期间需要额外缴付费用给涉嫌机构 一旦退休后就可以每一个月领取一笔金额 这是根据他们工作期间的平均收入来计算 第二个计划则是提供老年生活中心 涉嫌机构将会提供一个安全舒适 并且设备齐全的住宿 专门满足老年人的需求 涉嫌机构下个月之前将提成报告给人力资源部 另外经过几轮的拍卖失败之后 吉隆坡普总一间荒废的双层独立式洋房 最近以415万0200令吉的高价成交 比市价高出了35万令吉 拍卖专家谢连宜接受南洋商报独家访问时指出 这笔交易目前还没有完成 买家需要在期限内付款给有关的金融公司才算交易结束 因此这笔交易可能还会出现变数 这栋洋房价格被抬高有三大原因 包括抱着不服输心态的竞标者 受到当下拍卖氛围的影响 他们也对相关产业的前景充满信心 以及前业主可能操控价格 根据南洋商报观察 这栋独立式洋房已经流拍了几轮 直到11月4号的最后一轮拍卖才吸引10人参与竞标